看讲义二十五页 第七行 请看幻灯片 这几天虽然大家都很欢喜 我也很真诚感谢海英寺的住持 传译法师 他今天亲自做维挪 二十年了 我又再次听到他当维挪的声音 很庄严 很感谢大家 那早上我再打坐一下 我昨天很详细地看目前我手上有二十个问题 一个问题答一分钟的话 起码要半个小时吧 然后呢 我很用心地看我的讲义 糟糕 是不可能讲完的 那我就讲一个段落 所以请各位用心听 今天会讲三种慈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出自于大制度论跟入中论 所以我会尽快地讲一个段落 然后呢 其他的问题跟这个讲座有关的呢 我会先回答 至于其他非联系直接相关的 我也会尽量回答 甚至有些联邮也很慈悲 体会到我没有时间 还给我电话号码 好 我一定会拨电话给你 这个付电话费没问题 那我会可能会到六月底的时候再回台湾 因为讲座完了我还有一点事 好消息 我跟常住的主持法师商量过 下一次来海映寺呢 会讲连续的七天 因为今天法会完 他们休息完以后 接下来有梁黄宝菜 新加坡的联友真是修福修会 非常忙 那我很随喜赞叹 好 请看经文 二十五页 第七行 昨天讲菩萨有很多种 在这里龙树菩提之良论是讲七种菩萨 在般若经里面是讲四种菩萨 那为什么我们对佛要礼尽也要对菩萨礼尽呢 请看 于七种菩萨中 初发心菩萨 一切众生皆因礼尽 何况愚者 为什么 因为肯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的菩萨 他的身心是广大无边的缘故 他与诸佛如来的这个所教的这个教法 教是教法 量是指心量相应的缘故 在华言经里常常用一句话叫 广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 你上商业经测网站呢 就是可以看到 这就是as vast as the universe as deep as the ocean 这英文是我翻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赞叹初发心菩萨 人间的在座的人 你若是肯发心众生无边誓愿度 连尊贵的阿罗汉圣者 或大凡天王 或士提还音 都会合掌对你礼尽的 因为你如过去诸佛如来的教导 而发广大的心量 所以初发心的菩萨 九发心的菩萨 或是正了不退转的菩萨 或道价慈航的菩萨 都是值得我们恭敬的 在台湾常常寺庙里面呢 有法会 那老菩萨们都会帮来做煮饭啊 我们都会说 哎呀 谢谢老菩萨 其实当然这是过度的叹叹 不是老了就可以做菩萨的 你要真的发了菩提心 才是菩萨 你煮饭若是生了烦恼 那你还是凡夫的 这样 煮饭凡夫 对不对 所以我们赞叹人家 哎呀 菩萨你很发心 不要看小朋友 小朋友他发起菩提心 帮助其他的小朋友 他叫做初发心的小朋友啊 那大人是要对他理尽的 所以重点是 不是你做的事 而是你发的心量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 初发心菩萨 发菩提心时 在十方世界当中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没有增减的佛国土 无量无边的众生 从来不减少一个众生 以他磁心片满 从来没有减少过 所以发菩提心 当然发了菩提心 度众生是很好 但是问题是 发了菩提心以后 你要不断地断烦恼 要学法能 你要努力充实自己 才会有能力 去当别人的菩萨 帮助别人 举个例子 像我也不是生下来 就会学电脑的 那一般人打电脑 就打电动玩具 那动机不一样 上了网 现在小朋友 很多电动玩具 一天不给他打 他就觉得 Life is so boring 对 生命很无聊的 可是我学电脑 动机 我从来没有时间 打电动玩具 我也不会 我连送简讯都不太会 为什么 我学电脑的目的是 要帮我讲经用 这么多的经文 在要很短的时间 消化吸收 我常常想 我们怎么能够 用现代的科技 去帮助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也要真实赞叹 也感谢海英寺 这次住持 跟所有护法会居士 其实度的众生 听经的众生 不是只有你们这些 当然能够来 我很感恩 你跟我有法源 听得也欢喜 但是也有无量无边的 幽民界众生 也在听 同时我们也用 现在的科技 录影 将来做DVD 甚至上网 全世界的众生 都可以听啊 这个才叫做 真正发菩提心 所以简单的说 你要问我说 讲了这么多 师父我们怎么做菩提心 就是常常想 我是不是为众生 能够呢 利益他们 我做一桩事情 能够利益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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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但是不要在乎数字 有缘的众生 自然会让你得到利益的 这个是要我们要去学习的 假如你这辈子出一本很好的书 佛教的旅游书 或朝圣的书 或是出一本非常有水准 而且正知正尖的杂志 将来能够流通全世界 甚至上网 那你做一桩事啊 你都可以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甚至有一天 你往生以后啊 往路上呢 还继续可以讲经说法的 所以我自己 对我要求是很高 没有人要求我 对我要谢谢 我爸爸妈妈的训练 所以我讲经的时候 我不能考虑到 现场能听经如何 对不对 幻腾变如何 然后将来这个上网 还有全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听啊 甚至还我还想到 未来的年轻人 可能呢 古文也不太懂 所以我尽量做科判 我有时间 我还加上英文 希望对他有点帮助 等我往生啊 进佛国土以后 这个还是我的千百亿化身啊 所以你要常常学着 从你的心量当中 做一桩事 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没有时空的障碍 你就是出发心菩萨 摩赫萨 这是跟大家真诚分享的 当然我没有做得很好 我常常觉得我不太像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 要满众生的愿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时间体力智慧能力呢 就是有限 我不敢说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很真诚地说 我是非常用心的 那至于包含你门口的 所有的结缘品呢 都是台湾的莲友 供养新加坡佛教 而且全部都是经过我设计教定过的 请看下面 那发了菩提心 具体帮助众生怎么做呢 请看下面的经文 为渡者 我要渡他 没有解脱的 我要帮助他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为疏习者 为疏习就是说他烦恼很多很多 苦恼很多 然后呢 我让他的烦恼能够停息 为疾灭者 我当让他极灭 极是指极尽 灭是指灭除烦恼 这里的极灭跟苏习不一样 苏习是暂时让你减轻你的痛苦 不安忧虑 极灭的话是保持他有证悟 比如说 小成的一果二果三果四果 大成的呢 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换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也说啊 当他入灭的时候说 以得度的人我已经度了 我没有得度的人呢 我也帮他中了得度的阴言 这个我们得学习 举一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当时接受国王供养 建祁圣金社 当时他派阿南尊者 跟其他的弟子做监工 因为他们呢 在俗家的时候学过设计 那这家居士虽然捐钱国王护法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建一个很如法 又有金社 又有讲堂 又有僧众 又有灾堂 所以佛陀呢 就请了阿南尊者 跟其他的大弟子去做监工 那当然他们要动土 动土的时候呢 在挖泥土的时候 有一天佛陀脱坡的时候经过了 突然呢 他在挖泥土的时候 挖到一个蚂蚁堆 佛陀叫他 stop 暂停 阿南 不要动它 他说为什么 他说啊 这群蚂蚁啊 在过去五百世之前呢 也是蚂蚁 他过去欺佛的时候 他还是蚂蚁生 他的业力 已经七尊佛在人间出世了 可是呢 他将来来生呢 还是蚂蚁 他的业力 然后呢 这时候佛讲完以后 佛就举起手来 手放光 嘴巴也放光 佛就念经文跟咒语 为他祝福 吐在这马里上 帮他归佛 归法 归一身 然后愿他将来能够脱离 蚂蚁生的业力 而快速得到人生 甚至听闻到佛法 这时候阿南君者呢 听到呢 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大家就合掌 也一起住院跟观想 讲这个例子 是告诉你看 佛在世的时候 佛已经出世了 但是真正要遇到佛 或跟佛出家 修行的人很少 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佛出世的时候 全古印度的人呢 有三分之一啊 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 就好像一个法师来新加坡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吗 对不对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听到了释迦牟尼佛陀的名号 哦 有这个人哦 好吧 继续工作 因为呢 我吃不饱 没空去见佛陀 对不对 为了世俗很多的事情 还是很忙碌的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听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以后 立刻感动流眼泪 他说 哎呀 佛陀出世了 我想去见他 我有问题要问他 我想出轮回 我想得到解脱 我有问题要去问释迦牟尼佛 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见佛陀 所以你看 可见 佛在世的时候 佛的这么大的功德力 他已经住在人间八十年了 在印度当时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 这说明的是什么呢 他的业力把自己盖住了 同样的 刚才也是举的那个例子 蚂蚁虽然被佛陀看到 但是他是蚂蚁生 各位你们想过呢 蚂蚁是看不懂普贤行愿品的 对不对 可是佛陀还是很慈悲的呢 放光加持他 希望他业力颤除 然后呢 然后来一生能够遇到下一尊佛 而继续修行 这个就是菩提心 所以假如你受过菩萨戒 你看到动物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对不对 然后帮他三归一念佛念咒 祝愿他 这个就是菩提心 也是菩萨行 我记得我在菩提家也 供完这个花脉以后呢 我就坐在那边打坐 然后呢打坐完 我准备要诵经跟念佛 我就突然看到一只蚂蚁的 爬过来 就这样 爬到我面前咯 然后呢 我就看着他 然后呢 我就吐气 然后念咒 加持他 他静静的 然后过了一分钟以后 他就走了 爬 那时候我就要这样 他比我有福报耶 他身在菩提家也 我还千里迢迢了 请了假 还有买飞机 克服过很多的困难 机场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呢 还要千里迢迢 坐十几小时的火车 还要遇到坏的印度人 还要看人家脸色 点点的 哎呀 终于到了菩提家也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比我有福报 他身在菩提家也 是蚂蚁 所以可见这只蚂蚁 可以告诉你 是过去的修行人 是佛弟子 也可能是在家 也可能是出家 可是他的业力 变成蚂蚁生 他在蚂蚁的时候 做什么 就是爬来爬去啊 还好不要被人家 踩到踩死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从这个地牢角度来讲 我赞叹他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蚂蚁 可是我是一个出家种啊 我比他更有福报啊 我可以看得懂 普贤行愿品啊 他呢 是 没有人拿在普贤行愿品 在一只蚂蚁前面 这样晃啊晃啊晃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到 一切的众生 他的业力不同 菩提迦爷 不但是眼睛呢 眼睛看到有很多圣 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天人呢 阿罗汉 菩萨 对不对 看到的这是一个 重重无尽的圣地啊 对不对 佛菩萨没有不加持他呀 可是他是蚂蚁啊 所以可见呢 佛菩萨的加持 就像太阳跟月亮一样 佛菩萨的加持 当我们在共修念 华言会上佛菩萨的时候 每一个人呢 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但是呢 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我们应该学佛陀 没有得度的人 应该把佛法介绍给他 听好 你应该把佛法介绍 给你的爸爸跟妈妈 你不要想太多 哎呀他会不会毁谤啊 我跟你讲 你就交给佛菩萨 求观音 求释迦摩尼佛 求地藏菩萨 因缘成熟的时候呢 他自然会得度 第二个 有些人已经得度了 入佛门 这里你要教他正法 为解脱者当解脱 解脱是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所以你要告诉他 怎么调伏新的方法 第三 为书席者 我当书席 让他减轻他的业力 而产生的痛苦 紧张跟不安 最后 假如他是很有善根的 已经学佛了 又能够发心 又精进 那你应该帮助他得到证悟 而得到极灭 这是分为四类 所以请看下面幻灯片 我出了一个标题 普门评讲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为说法 众生的根性是不一样的 你观想一下 假如你是老师 同样教数学 在一个班上 每个人的教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跟教材 众生的根性也是不同 有些人你跟他讲数学 对不对 久久成法 他很高兴 他为什么 因为学会了 他可以算一算 妈妈每个月给我多少钱 对不对 有些人学会了 我可以去打工的时候 结账比较快 我才可以做counter 有些人学了数学 是想我将来可以发明很好的 像外太空的东西 把全部的人 不用说环境污染 带到另外一个地球去 所以每个人的发心不同 根性不同 因此下面讲 假如他是声闻根性的人 我就发心教他读声闻法 声闻具体的是四圣地 苦即灭道 所以菩萨要学声闻法 注意听 你学大乘菩萨道 也可以学 南传的教法 在波尔波罗蜜经说 菩萨要通三十七道品 小乘跟大乘的教法 你得都通大 你才能教他 但是有个重点 你不可以以正阿罗汉果 做你的目标 否则你破菩萨界 我再讲一遍 就是说 我现在发菩提心 可是为了要度众生 有些众生就喜欢苦即灭道 喜欢清净道论 那我就去学 可是我知道正阿罗汉果不是究竟的目标 只是暂时的 所以法华会上才会设三成 全部倒归一乘法 你要学 但是不要认为那是究竟的 所以菩萨应该发心学一切法 所以摩克波尔波罗蜜经说 菩萨者应当学一切法 注意听 一切就是世出世间的一切 过去现在 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 你都应当学 我也发这个愿 我生生世世发愿 学一切诸佛的教法 这样你才可以度众生 那假如呢 它是圆诀 独诀的因缘 独诀就是学十二因缘的 我就用十二因缘教它 它才会生欢喜心 接下来 假如它是以大乘根性的 我就为它讲六度波罗蜜 或十地 所以在座各位 你起码应该是大乘根性的 否则你今天不会来听 龙树的菩提资良论的 接下来 所以每一个众生 他呢 假推演而知 假如他喜欢学金刚秤的话 你就应该需要金刚秤的教法 甚至呢 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众生是很难度的 有些众生啊 不像呢 他喜欢苦空无我的 这种圣生的佛法 他会总是呢 执着外在有一个 期待 供养 或礼拜的对象 比如说他就喜欢 担住啊 拜那个所谓四马路关义庙啊 大壁公啊 三太子啊 那这样的众生注意 你为他说法的时候 要有善巧方便 就是先肯定他 但是你告诉他 这个还不太究竟 假如你再努力一下的话 会更好 再讲一遍 你要先肯定他 但是你告诉他 法门是无量无边的 你这样还不够 再努力一点会更好 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 你修这个没有用的 那他说 你修的就有用吗 注意听 众生是无量 有些是先孝顺父母 三规五戒 有些不是一下子佛弟子 他可能是先做一贯道 或道教 也天天念大悲咒 念朴门品 可是他心中不是正知正见 慢慢慢慢慢慢射受 到今生的时候 修了很多事很多事 才从一贯道或道教 便转成正统佛教 那这种佛教里面才一步一步的 从小城 大城 金刚城 一步一步的无量的 像学上去的 所以你要肯定众生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佛性 乃至于你要肯定基督教 天主教 跟各个其他宗教 对这个社会 跟人类的奉献 不要一开始呢 就像拿一个文书智慧 然后看看 最后呢 你不但帮不了众生 你把众生通通吓跑了 知道吗 这不容易的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学无量法 有一个叫 善巧方便波罗蜜 在以后的讲座会讲 你先放在心里 所以 因以合身得度者 寄现合身而为说法 所以这是要很高的智慧 慈悲跟善巧方便 为什么呢 下面说 请看 第25页 第13行 欲令众生 惜得极灭 然后呢 非为极灭而少分众生 有些众生 不太喜欢听到空 无常 跟无我 他听到会怕 尤其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 我有些朋友 你告诉他禅作 meditation他很喜欢 你要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或念要事如来 他说 doesn't matter nothing special for me nothing very meaningful 他不喜欢这种方法 他会觉得说 我一直念一个佛号 那不跟念上帝差不多吗 其实差很多 所以他就会排斥 但是你告诉他 在禅作里面 你内心身心有很多变化 他会喜欢学 所以外国人比较喜欢写禅修 当你教他禅修 他看到自己的心啊 哎呀 真是心乱如麻的时候呢 或像脱疆的野马 或像森林里活蹦乱跳的猴子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 哎 我怎么改变我的心呢 那时候你为他说佛法 他会接受的 所以 有些众生他不喜欢讲空性 对呀 我有朋友讲 I hate the doctrine of the impotence If everything is empty How can I do in my life 意思是说 我很讨厌空性的叫法 假如你叫我什么都空 什么都空 当然空也不是他想象的四大皆空 对不对 很多人看寄功佛佛看太多 这也空 那也空 那一些都空 那你讲的话空不空呢 所以他对空性的理解啊 是不太完整 所以他会觉得说 假如什么都是空的话 那我今生什么东西的努力 不是没有意义吗 其实空性的叫法 老实说也不是对初学说的 他必须学完初发心 三规五界 发菩提心 学六度万恒十地 最后在第六地的时候 才跟他讲般若波罗蜜 所以不要一开始 就对人家讲空性的叫法 这是在释迦牟尼佛 波罗蜜有讲 除非他善根深厚 除非他一开始就跟你讲 我对波罗蜜啊 金刚经或心经很耗耀 你可不可以多解释一点给我听 我也有问过小朋友 小朋友常问我 师父 我们每天都念波罗蜜经 对不起 所有的寺庙大部分都选波罗蜜经 为什么 波罗蜜经是所有六百选 大波罗蜜的精华最短嘛 对不对 小朋友都坐不住啊 他说师父我问你一个问题 无言而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畏处法 可是我摸着我的鼻子还在啊 无言而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畏处法 那什么都无的话 师父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必须对有智慧的小朋友 才能够宣说 但是慢慢叫他念 被那是劫善语 好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立刻正果的 以示身心广大顾 像一切虚空一样 一切众生呢 他都应该礼尽菩萨 摩赫萨 可见做菩萨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 如何为如来教量呢 释迦摩尼佛 教是教法 量是心量 比如释迦摩尼佛 曾经对加塞尊者说过 譬如心月 便因作礼 非为满月 他说 譬如一个月亮 初一的月亮 所有的众生在月网里头 假如没有月光的话 你就会觉得 怎么暗暗的呢 明天会不会下雨啊 所有的众生都希望在晚上 可以看到皎洁的月光 漂亮的星星 闪烁的星星 当你看到了一个月亮出来 初一的月亮 下旋月的时候 你就很欢喜 为什么 你知道时间到了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十五的时候 就会有满月 所以你看到 初一的月亮 你就很欢喜 这摆标 初地欢喜地菩萨 他譬喻菩萨的功德 像星星的 亮丽的月亮 那你就应该做礼 而不是说 只拜十五的月亮 初一到十四的月亮 你就不拜 我们现在是 初一十五要拜 那是中国农历的制度 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是很好 因为很多在讲八观灾界 或是十灾日里面 讲到初一十五 或初八或初六等等的 那但是这里的辟语是说 新的月亮跟满月啊 是同一个月亮 如是加弹月亮 相信我释迦摩尼佛的做教法的人 应当礼尽佛 也要礼尽一切的菩萨 不是看到佛才拜 那菩萨你就不拜 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师 他已经结业了 我比喻像博士班 菩萨呢 像硕士班 他功德比我们更大 值得我们学习 何以故呢 因为所有的菩萨 都是呢 可以出身 对不起 何以故 从与菩萨 出如来故 就是说 佛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菩萨来的 举一个例子 释迦摩尼佛在世 在阿含经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正果的 这个圣者 像加弹尊者 像大弟子 很多很多的大弟子 他都觉得 我跟佛都是一样 证悟解脱的圣人 但是呢 他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功德力 没有佛大 为什么我的神通 只能看到 前五百世 后五百世 五百世以前 他就看不到 五百零一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 一个人要求佛 求圣弟子出家 他用神通 阿罗汉跟他说 你没有善根 你没有出家 的姻缘 可是呢 他很难过就哭了 结果呢 他遇到了佛陀 想求佛出家 佛收他了 他们就说 奇怪 为什么佛你收他呢 他说你看到五百世 没有善根福的姻缘 可是五百世之前 他有一次被老虎追 在爬的时候 念了一声南摩佛 所以他今天遇到我 他还是有出家的缘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阿罗汉跟佛都是圣者 但佛的功德比他大 智慧 神通 各方面都比他强 这时候圣弟子 就会有个问题 为什么佛比我们好呢 就想到 原来佛的前一世啊 是菩萨 在本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所以他们想 那我像佛一样的功德 我也要写他前世的行为 所以在阿罕经里面 只有正式的讲 两个菩萨的名字 一 释迦摩尼佛 前身是菩萨 第二个什么 当来下身 弥勒菩萨 在南传佛教里面 只知道这两个菩萨 他没有观音文殊谱前地藏的 通通都没有 他们也不相信 因为跟他们没有缘 不过我现在看到 泰国斯里兰卡 好像因为文化交流 他开始共观世音菩萨了 因为观音菩萨代表 诸佛的大悲心 所以这里告诉你 菩萨的功德 可以出身将来 佛的果位的功德 同样的 身文成当中 也这么说 因为身文也是 以如来的教法而学习的 这个待会在下一页 二十六页会讲 先这里讲到一个段落 再请看 请看第五诵祭诵 余彼之法者 若老若年少 应供养恭敬 如饭至是火 他说 就像彼前面的佛弟子 对于知道佛法的人 不管是老年的人 或是青年的人 他只要如法地修持 发菩提心 都应该真实的供养 所以在南传 或泰国斯里兰卡 这个所谓的供僧的时候 乃至于像北传 有栽生大会的时候 不管他戒辣高 戒辣少 是老年 说年轻 只要他如法 都值得你供养 那这里也讲 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 我们也应该供养 就像梵制式火 这里的梵制式指 印度婆罗门教 他们叫 通过火来拜犯天王 Siva 为Visnu 因为在印度教认为 火是人 跟犯天王沟通的媒介 所以老师说 从文化的角度 西藏的火供呢 是部分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这个不用去争辩 这是真的 但是内容上它不同 怎么说不同呢 你看哦 道教里面也亮啊亮啊 对不对 它也有灵根柱啊 印度教呢 在火供的时候也有 在新加坡大家有看到 对不对 小印度 你们还有最有名的 Mustafa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不去的 24小时 Shap you more 那你看看印度教 他们的仪式里面呢 一定有用火供 那你看我们佛教里面啊 有啊 烧银子不是火也很大吗 对不对 做功德也是火 但是听好 内涵不同 简单讲内涵什么不同 印度教透过火供 是供一个我将来希望回到梵天 但是佛教的火供 是透过这个火呢 供养诸佛菩萨 上供佛菩萨 或天龙八部 下供众生 跟幽民界众生 目的透过这个火供啊 来积聚我自信的功德 然后开发我的佛性 所以功德不是你供多少火 而是透过这个仪式 开发你的佛性 所以表面上 英文讲 superficially 你看起来印度教跟西藏 台湾佛教差不多嘛 就做弄弄弄 对不对 加了很多油嘛 拼拼丢嘛 不 内涵不一样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像在台湾佛教 台湾佛教是如是道三家 很多庙里面呢 观音也拜 王爷也拜 娘娘也拜 对不对 反正拨摆嘛 不一样 内涵不一样 知道吗 这一点很重要 再请看 以示之故 是菩萨等 次于佛 也应该供养 所以菩萨呢 在广度众生的时候 当然他先恭敬 正信三宝的佛弟子 但是菩萨对于外道 他也很恭敬 因为他也有佛性 所以你注意看 佛在讲经的时候 最后都会吗 一切佛弟子 天龙八部 婆罗门 犯天王 大犯天众 天龙八部 各种人都有 所以外道 婆罗门也听佛讲经啊 为什么呢 他虽然是外道 但是他跟着佛 跟着佛的功德力 慢慢涉受 有一天 他的自信也会被开发 他也是会成佛的 再看下面 二十五页 第二十行 几二因地行菩萨道 分二 丙一 以大悲的愿力为菩提心 菩提心很重要 接下来 以无所求利益众生 要报众生的因 请看幻灯辩 菩提心跟众生恩 这是很重要 下手的地方要从两个 一个大悲的愿力 第二个 我昨天说过 不要有得失心 计较心 或放长线 吊大鱼的心 要无所求的利益众生 请看祭诵 第六诵 请看经文 少持佛种者 甚于少分形 是故诸菩萨赐佛后供养 他说 这受持呢 少龙佛种的人呢 因为菩萨是佛子 佛是法王 所以 菩萨将来呢 会变成 佛的 所以他 少龙佛的一切种子 他呢 虽然比佛的功德 少一点点 但是他 菩萨跟其他的人 来比的话 他的功德还是很大的 所以菩萨还是值得 我们供养 是排在佛之后 第二个 词语 请看第七诵 词语虚空等 普遍诸众生 是故最圣子 赐佛后供养 菩萨的慈悲 广大如虚空 他普遍一切一切 云云的众生 他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心的差别 所以他是最圣子 就是最殊胜的 佛弟子 为什么叫最殊胜 因为他有菩提心 所以他也值得 我们在佛后面供养 接下来 第八诵 于诸众生类 大悲犹如子 是故此佛子 赐佛后供养 菩萨对一切众生 就像妈妈一样 有慈悲心 对自己的孩子 可是一般的妈妈 只对自己的孩子 关怀 对别人的孩子呢 他要考虑考虑 有缘的我就关 没有缘的呢 他就装作不知道 所以妈妈的慈悲 是菩提心的基础 待会会讲 但是他有杂染跟亲近 也有心量的大跟小 但是菩萨就不同 他是大慈大悲 爱看一切的众生 都是他的孩子 所以值得我们供养 再看下面第九诵 悲心立众生 无二四虚空 事故无畏者 赐佛后供养 这些诵先说 菩萨他的功德 详细我待会后面会讲 我先把寄送白话翻译 然后你了解他的意思 待会会详细再讲 第九诵 悲心 他的悲心是广大的 一心一意志就想 怎么帮助孩子 就像新加坡的妈妈 挺辛苦的 小孩子考试 他也考试 小孩子做功课 他也要搞到半夜十二点 对不对 小孩子放假了 他才喘一口气 为什么 他怕考不好 对不对 所以好跟换 有时候是比较起来的 一般十个人 五个人补习 五个人不补习 妈妈就很紧张了 所以我老实说 我觉得新加坡人 是很有福报 但是因为教育体制的关系 蛮可怜的 没办法 大家的这个姻缘 对不对 可是呢 妈妈 他帮助孩子 是不求回报的 甚至小孩子 念书的时候 妈妈还会打他 对不对 你给我出气一点吗 爸爸妈妈这样养你 希望你受好教育 你都不努力 对不对 你看 悲心 关怀众生 他是不求回馈的 无二是虚空 无二是指 无二会 没有能锁的分别 你先记一下 这个无二会呢 请翻开 二十六页 第二十六行 菩萨三种的正音 大悲心 无二会 这里的无二会 因为寄送的关系 他没有写智慧的会 事实上 这里是指无二会 第三个是菩提心 是指这个意思 好 翻回来寄送 二十五页 第十有首寄送 他无二的智慧 因为没有能锁的对立 自他的分别 所以他广大如虚空一样 还有 菩萨帮助众生啊 不会怕 不像我们一般人 帮助人家会害怕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毒品 怕黑道 怕那些呢 吃硬 又不吃软的 我们怕啊 对不对 就像呢 恐怖分子 我们也怕 各位观想 假如有一个黑道首领 站在面前 拿着枪要跟你 你有勇气帮他说法吗 他说你说乱七八糟 你再说我就 棒的一声下去 那请问那时候你怎么办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加持一下 说完棒的一声 我就走了 那你敢不敢呢 这有时候是考验哦 佛释迦牟尼佛不是也遇到 隔离王要杀他吗 那一般人 人家要杀你的时候 你有勇气为他说法吗 这不是故事耶 是真的耶 这是说明是说 当你遇到 你多生多结的冤亲在主 在你面前 要危害你生命的时候 你会不会不恐惧 这叫无畏 当然 你如果遇到很多的灾难的时候 你可以心中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就像玄庄大师 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 他一路上就念什么 大悲观世音菩萨 跟波折心经 他一路上解决了 很多很多的灾难 所以 我第一天讲要欢喜心 今天要加一个感恩心 好的坏的 只要磨练你 磨练你心中 不要有恐惧心 那 菩萨就可以一度众生 而不会受到恐吓 威胁 乃至于生命的伤害 他都永远不放弃他的菩萨界 所以他叫做无畏 所以观世音菩萨又叫做 师无畏尊者 对不对 所以他值得我们供养 再看第十 一切时也像父亲 前面向母亲辟语 现在像父亲 增长诸众生 事故诸菩萨 赐佛后供养 当然佛经里有辟语 父母的功德 供父母的恩等于供佛 所以你供养父母 功德等于供佛 但是父母假如要去做 比较跟差别的话 还是要赞叹一下女众 妈妈的功德比较大 虽然佛经里面常常骂 要远离女众 角度不同 为什么呢 妈妈十月怀胎 要生自己的地水火风 要用自己的精气血 来才养出这个孩子 而且大部分呢 跟妈妈的缘都比较深的 十月怀胎 所以妈妈的功德是比爸爸大 但是做爸爸的人 也不要不高兴 这个寄送讲到你了 一切时如父亲 增长他的法身会命 给他食物 给他衣服 给他居住 给他补习费 教育费 将来还留学费 还有等等很多很多费 对不对 所以作为孩子 其实要感恩父亲 也要感恩母亲 菩萨也是如此 他有时候像严父 有样慈母来利益你 再看秉二 无所求利益众生 报众生恩 请看二十六页 第十一诵 由如地水火 众生常受用 事故失乐者赐佛后供养 由如像地水火风一样 听好地水火风是 在古印度佛教常常比喻的 现在以现在来讲 地是指坚固的意思 像土地 坚固 水是指流动 湿度 火是指温度 听好不要执着这个字 因为古代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对于很多文盲的印度人 他就是讲这样的例子 你不要跟他说 哎呀跟现在的科学 科学的知识当然越来越专业 more specific 或者more professional 你不要认为说释迦摩尼佛讲错 没有 他只是大致分类 就像六道有时候分五道 那个是分类不同 事实上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六道 是有无量无边道 无量无边道